这种事情只有日本能干得出来 学校破产面临倒闭 由黑帮接手管理 老师和学生都吓傻了 日本东京黑帮众多 大大小小组织遍布每一个角落 其中有个名为阿七本组的帮派 组织成员只有六个人 却能够在当地混得风声水起 帮助一些小店处理找事的混混 主动给商贩介绍生意 反正和坏事战编的他们都不做 为首的组长因为阿七本雄丧 此人看起来非常可怕 实则内心善良 二把手名为日存 种之壮严是组织的顶梁处 很多事情都要踏心理欣为 作为黑帮 组长定制了奇葩的帮规 第一不得对普通人出手 第二绝对要堂堂正正 第三不得浪费食物 明明是个黑帮组织 做起事却像是喜剧员员 全组人员不仅喜欢中华料理 还在吃饭前要敲锣一声 就是这么只奇怪的黑帮 却能够在当地得到尊重 最近他们遇到一件棘手的任务 由于所高中负债累累 经营越来越艰难 学校最大的债主 正好是组长的黑道朋友 目前学校法人已经被东京接管 不想就这么白白损失钱 只能将学校牛亏为盈 朋友再三请求下 组长接受了任务 紧接着他开始忽悠手下日存 声称自己是个黑帮 本不该插手教育界的事情 但他想为社会做起贡献 看不下去当下年轻人 欺负弱小轻言自杀 漫无目的苟活下去 在他痛哭流涕下 日存勉强答应 亲自迁去管理学校 完成任务 将经营学校这项艰巨任务 交给日存 这一下日存可犯了难 虽然说他是黑帮中的骨干成员 能力非常出众 只要他一出场 没有办不成的事 可难也仅限于看个场子 解决几个小混混 可经营学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好在的是 他们不需要教学 只需要负责日常经营状况 很快日存来到学校了解状况 这个学校还真有些奇怪的地方 大门口明明摆了很多比赛奖杯 但现如今学校却没有一个社团 校长声称是要以学业为主 所以才会取消没用的社团活动 可在学业上 学校并没有惊人的成绩 也没有差得很厉害的学生 按照他的说法 不求出类拔萃 只求安分收集 没有立香报复 安心当挑咸鱼 财务状况更是一塌糊涂 尤其是在玻璃上的支出 仅仅半年就花费了一百万 学校却是有些诡异之处 是有必要好好调查一番了 有了初步了解后 日存正式接受了学校 第一天就出了问题 学校的玻璃被砸得细碎 日存为眼前的状况所震惊 他请求周围的学生帮忙打扫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们 都是一副事不关己 咯咯挂起的样子 只有学生会的孩子们主动前来帮忙 他们都是家境优越 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学校玻璃被砸 也就证明保安没有用处 于是开除了他们 自己亲自守护 他们的宗旨是能省则省 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很快锁定头号信犯千询 他眼神冷漠 性格孤傲 独来独往 使了一个第一次见面 就采了日存异想的不良少女 日存面对的是学生 不是街头混混 经过深思熟虑 采用他最拿手的教育方式砸场子 他把千询带到了教室里 告诉他可以随便砸 喜欢哪块玻璃就砸哪块 他会负责 日存还亲自做了示范 于是千询拿起石头砸起了玻璃 这一砸也让他释放了自己 也舒缓心中压抑的情绪 其实他并不是砸玻璃的不法之徒 因为他独来独往 不与人接近的性格 在别人看来 十分的孤僻怪异 久而久之 他砸玻璃的传言就传开了 不论他走到哪里 都会被当做一个砸玻璃的贼 他曾经解释过 但是没有人相信 反而有一种越苗越黑的感觉 他只好沉默 用冷裤来伪装自己的脆弱 听了他的遭遇 日村表示十分的同情 他小时候也曾被人怀疑 他也解释过 可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 所以现在他愿意相信千询 并且告诉他 不管别人想不坚信 都不要看清自己 突然有人理解到千询 让他如是负重 开心的和他们一起砸起了玻璃 千询的一举一动 都被眼镜男给记录下来 他是千询的中式粉丝 每时每刻都在偷拍他 千询早就知道他的存在 并没有理会 第二天 学校的玻璃再次被砸 果然真凶不是千询 不仅如此 这次又在墙壁上乱写乱话 这是一种威胁 也是一种挑战 日村只有迎战 他们在学校附近装满了摄像头 学校一举一动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很快他们就发现可疑人物 有人翻墙进入了学校 而这个可疑人物又是千询 跟他一起的还有眼镜男 千询到这里来 并不是来做坏事 他只是想找到一个 可以逃避回家的地方 爸爸和小三跑了 妈妈一蹶不振 回到家里他就会想到这些 他不想有这样的父母 日村对父母也是这样的 觉得他们很烦 长大后他才发现 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 是多么的不容易 直到母亲去世那一刻 他才恍然大悟 然而已经来不及 他用过来人的经历 去告诉千询 千万不要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趁现在还有时间 好好陪在父母身边 千询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黑帮大叔 也有如此柔情的一面 也会一本正经的说教 不过他的话 谦虚默默记下了 不会重蹈覆辙 这时真正的凶手出现了 他们身着黑色衣服 头戴面具 手持棒球棒 接着月色潜入到学校 对着玻璃一通猛砸 日村带着人将他们抓了个现行 这一下他们再也不能狡辩了 为首的正是学生和对好学生 太医 这个小伙子看似阳光少年 实则是一个心机boy 这些学生被带到办公室 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引以为傲 他们不信日村真的敢打他们 日村的原则是绝不能对普通人动手 他对着手下猛揍 以此来威慑他们 孩子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被吓住了 乖乖的听着日村的训话 他们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用砸玻璃来发现自己的情绪 并且越来越上瘾 日村让他们做一个了断 黑帮的了断就是断小指 日村不会动真格的 只是给他们一种威慑而已 第二天一大早 孩子们老老实实地打扫围城 弥补自己犯下错误 黑帮这点把戏 吓得了其他人 吓不如太医 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 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 学校是不允许出现暴力的地方 这件事惊动了校长 以及家长会代表小日向 他们控诉学校雇佣暴力团体 并在学校施暴 他们还不是普通的暴力团体 而是真正的黑帮 身上有纹身 日村否认了太医的指控 他的背上是磁青不是纹身 说着便脱掉上衣 露出了大花呗 所有人都被当场震撼住了 日村就是守护者 他守护这个学校和每一位学生 他不是施暴者 而是真正能够改变这个学校的人 虽然他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 是别人看不起混社会的 但他从未走遍过一条路 他做事有原则 绝不会无缘无故去拥挡一个好人 这也是黑帮大佬当初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让日村来经营学校的原因 小日向才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 他只想把他们都赶走 要将他们告上法庭 好在日村手下握着太医砸玻璃的视频 小日向不敢轻举妄动 太医的妈妈为了儿子的前途做了妥协 此件事情才能和平解决 黑帮虽然经营着学校 可家长会代表忽视眈眈 试图找出他们错误 取而代之 小日向来头并不小 他的背后有损友会撑摇 是和日村一样的黑帮组织 他们的目标也是学校这块肥油 玻璃的事情解决 他们准备恢复学校的试团活动 希望让学生有更多的爱好 他们恢复了棒球社 创建了摄影社 骑社 从眼睛内偷拍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千许的跳舞招 日村终于明白千许 为什么大马上翻墙进入学校 他偷偷在学校练习舞蹈 他没有自信 不敢在人前表露 只敢一个人默默在灯下跳舞 日村为了鼓励他跳舞 自作主张帮他报名参加舞蹈大赛 他现在想反悔也来不及 这时又出现了糟糕的事情 千许的偷拍照片遭到曝光 被贴到学校的展示栏里 此事一处更加打击千许的自信心 他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 严静男决定拿这些照片去参赛 他要让千许的照片 堂堂正正被展示出来 照片风波很快就过去了 在日村治理下 学校恢复了往日的活跃 没有事的时候 他也会种种花 每一朵花都代表一个孩子 希望他们同花朵一样 生机勃勃 日村很快便遇到棘手的问题 虽然他一直积极地在推进学校的改革 奈何家长们不支持 因为之前棒球社的殴打事件 所以他们要取缔一些社团活动 即便如此 他还是要尽一切可能 培养孩子的兴趣 让他们热爱学习 喜欢学习 作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为他的存在 将学校经营得有声有色 而躲在学校背后的人 按捺不住了 他们都希望学校越乱越好 他们正好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么巧 太医又准备砸玻璃 被人从背后突然殴打后 昏迷不醒 一时间成为头条新闻 日村被怀疑为凶手 家长们都不会允许暴力团体 出现在学校 为一次纷纷上学校示威 希望可以学校罢出日村的经营权 刚刚恢复学校的秩序又被打乱 警方也带走日村接受调查 不过由于没有证据 警方将他给放了 而其实谋划之一切的正是小日乡 他借助孙永辉的势力 攻击了太医 并推卸给日村 做得非常干净 没有留下一点证据 面对太医的受伤昏迷 日村的心里也不好受 就算他再坏 也是自己的学生 也不希望他受伤 他一定会找到袭击太医的真雄 折射日村接到眼镜的男的电话 千群在舞蹈比赛被人给劫持了 于是他带领大家前去营救 千群被带到一间台球时 连带眼镜男也被绑了 很快日村便赶到这里 他却意外发现美肖也在这里 在大家眼里是乖乖女 为什么会和孙永辉的人勾搭在一起 日村顾不得其中的缘由 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双方实力相当 这注定是一场苦斗 在机缘巧合的碰撞之下 日村被美肖给捅伤了 可他还是坚持下来 直到战斗结束 他并没有着急去救医 因为还要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仍然搀扶找到了美肖 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毁了他的人生 并且用自己的经历来开导他 曾经的自己也是恶斗少年 有一次他遇见了黑帮 寡不敌众感觉自己会被打死 这时黑帮老大出现 他目光如炬 日村被他破裂性吓到 脑子一热就捅了过去 后来他才知道 老大承受他所有的怨恨 如果这一刀能让他心里舒服点 减轻心里背负的东西 他愿意承受 此时的日村犹如当年老大 他承受美肖所有的怨气 他知道美肖因为太医遭人袭击 十分的生气 所以才要想到报复他们 他的怨气被孙永会给利用 此时的美肖才意识到 自己是做了多么傻的事情 冤枉了无物的人 太医醒过来时 他看到日村的信 也明白他是对自己好的人 日村被捅 族长很是担心 亲自出马查清了这其中的缘由 八年后 有一条高速公路会从这里通过 届时学校低价会费涨 为了涂地的所有权 孙永会设计了这一切 即便他们的罪行全部暴露 依旧不打算收手 郑氏和日村下了战铁 美肖赶来阻止这一切 她是小日向的女儿 她威胁小日向 如果她继续作对 自己就去警察局自首 老大也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将小日向浓用公款的证据摆了出来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老大决定拿2000万来将公款填平 孙永会看在自己最后 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份上 答应不会再参与 并放过了小日向 最终学校会越办越好 恢复着生机 日村也功成身退 在大家的欢送下 离开了学校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是日本热血电影 人侠学院 虽然是黑帮 但更像是侠客 并称着忠永义守护这些孩子 保护着孩子们成长学习的家园 并教会他们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虽然是黑帮 但是不拦用暴力 永远相信学生 为他们指明正道 以亲身经历来劝告他们 她又何尝不是一位好老师呢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时序更新不见不散